Hello,大家好,我是米开,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197题,Rising Temperature 那么这道题呢,我们可以用Date Diff或者是Subdate一系列的方法来解决它 那么来看一下题,我们有一个这个Weather,天气的这个表格 它有ID,1234编号,然后Record Date就是你记录的日子,那天的日期 那Temperature就是当时的温度,那需要我们返回呢 就是你的当前这一天要比你前一天的温度要来得高 那么比如像这个,这个表格里,那所有当前这一天比它前一天的温度来得高的日子 这个2号跟4号,就是这个ID2和ID4,那么就是相当于这个2015年1月2号和2015年1月4号 那对于这道题目的话,实际上方法呢,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两个限制条件 一个就是我的气温要高于前面一个,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日期之间的距离呢是一天 那我要计算这个日期距离的话,其实在这个SQL里面呢 我们是使用这个DataDiff,那这个DataDiff它的定义呢 就在这个MySQL里面,它是这个Expression1减去Expression2,就是说你的这个日子1减去日子2 那所以说你只要两个日子,那我们需要它的这个差值应该是等于1的 所以说呢,那相当于我是这个Expression1,Expression2等于1,那相当于就是我第二天嘛 就是一天的差距,也就是你跟你前一天之间的区别 那我之后呢,只要比较它们两样之间的这个Temperature是否是今天的天气温度呢,要比昨天要来的高 那只要判断这两个条件,那使用一个End,我们来看这个代码 就是SelectWeatherID from Weather,JoinWeatherW2,那相当于是我一个自连接嘛 自连接的这个,怎么自连接呢?就是OnDataDiff 那我这个Weather的RecordDate和这个W2的RecordDate等于1啊,那就说明我们要相差一天 而且是我这个前面前后面等于1啊,保证我这个Weather就是是当前的这个日子 然后这个W2呢是表示前一天的日子,然后之后呢,我这个Weather的Temperature要大于W2的Temperature 那如果我不使用Join呢,也是可以的,那我相当于是做两个,WeatherA和WeatherB 然后通过这两个,WhereATemperature大于BTemperature AndDateDiff等于1啊,是一样的,这两个表达呢,只是自连接的不同的表达 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SubDate,那个SubDate是什么呢? 也就是说我去进行一个减法,那么这个代码里面呢,它唯一的区别也就是我这边 原本是DateDiff,就是日期之间的差别是1,那么现在呢,我也是等于SubDate,W1Date,然后E,Weather1的这个Date 它这个距离啊,就是减1的话等于W2的Date,那相当于就是我今天减1 就是昨天嘛,那昨天就是W2的日子,那这样的话也是一样的,这两句话它其实是同一个目的 那只是我们使用不同的这个method,不同的命令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,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,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